凉拌煙熏猪耳朵 怎么样煙熏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技法 宝宝师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小的诀窍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一定是有帮助的 宝宝师的轻松煮又来了 猪耳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道菜 那也是我们的凉拌菜 单纯把它切片 然后酱油糕 葱花 辣椒酱就非常棒 今天在家里做一道 比较不一样的变化的猪耳朵 就是我们的凉拌煙熏猪耳朵 怎么样煙熏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技法 学会了这个技法 你可以煙熏任何东西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糖是增加它的粘稠度 茶叶是香气的来源 面粉是增加它的腌 记得制作之前 你一定要把你的蒸烟气换掉 抽油烟机要打开来 虽然它不是很危险料理 但是它的腌会非常大 你不可以用生的 生的这样熏是有味道 但是它不会熟 没有用铝箔纸 你这个锅子就可能会挂 因为它的糖它会融化 它会扒在这个锅子底下 宝宝师都会教大家一些小小的诀窍 你一定要记起来 一定是有帮助的 来看一下 它的腌已经出来了 这一面 大概是三分钟左右 把它关掉 再焖个五分钟到八分钟左右 再把它翻面 你如果觉得很多腌 就觉得成功了 你会很高兴地打开来 拖 你要把它关火 让这个腌呢 停留在你的猪耳朵的表面上 我们第一次先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有点变化了 对不对 漂亮 来我们再把它翻面 这一面呢 继续开火 继续让它去熏一次 第二次打开来 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香 我们这已经完成了 我们把它拉长片 斜切了 切大片一点啦 口感会比较好 教大家怎么样做酱 香油 辣油 盐巴 糖 白胡椒粉 把它煮开 煮到100度左右 准备一个锅 要加入 蒜苗 葱花 青龙辣椒 红辣椒 蒜头 你这个锅呢 你要能够耐热 来我们把它倒下去 香吧 真的很香 这样冲下去 这个呢 技法就是 把香气留在这道菜上面 用炒 因为它经过高温 去翻炒 透过油 它可能味道会没那么强烈 那凉拌菜呢 就需要有一点点香气 但是又咀嚼中 又吃得到蒜头 或是蒜苗的味道 我们凉饭呢 烟熏猪耳朵啊 用这个技法 就是希望大家 还能够吃到 有点脆度 切记哦 那我们呢 就是帮大家复习一下 所有食材放进去之后 上盖 大火烟出来的时候 关成小火 大概是约末 三分钟到四分钟左右 再关火 再焖五分钟左右 没有烟的时候 再打开来 再把它翻面哦 用这种方式 在家里 一定要试做看看 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在家防疫 不要乱跑 我们期待下周 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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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limite 来 再见 我们下周 你会呈一定的 那麽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蒸好的魚或煎好的魚 把它放在針架上面 用這種方式來煙燻一下 它的顏色會更漂亮 更可口